接著我們要上內容叫火山爆發 這個 等一分多出來的講這個 沒有關係 我們的重要內容 我們前面交過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交過了 這世界上有很多 分布火山的地方 我們叫做火山帶 我們請問火山帶 大致上跟誰相似 板塊交界帶 我也講過有一些 火山不在板塊交界帶上 我們就暫時不管 我們就是板塊交界帶 就是火山帶就是 地震帶 然後呢 這是交過的 我們上學日制交 那個 沿江有年性大跟 年性小 所以長的樣子會不太一樣 這就是年性大的 年性大的就會蹦然後 就會形成一個叫做 叫悶住 然後就很難弄 然後最後呢 蹦噴發出來 一個爆炸式的噴發 單位會有影片給你看 那會形成一個追撞火山 一個非常典型的追撞火山 就是布施山 看到他照片嗎 就是所謂的追撞火山 我們的大臀火山區 沙茂山 青青山就是所謂的追撞火山 仔細說青青山叫做 布施火山 但我們不管他 我們就講到 叫追撞火山就好 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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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山 沙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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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這樣 剛剛講過 布施山就是一個非常典型 美麗的追撞火山 那樣子 OK 他會有爆炸式的噴發 火山灰等下會提到他 好 爆炸式的噴發 當然也會有所謂的岩漿 就是比較猛烈的噴發 爆炸式噴發 岩漿年性大 好 那還有岩漿年性小前面提告會熔岩台地對不對 岩漿年性小會比較噴 他就會慢慢的流 那叫做寧靜式噴發 會形成所謂的頓狀火山 前面舉的就是所謂的澎湖群島 然後熔岩台地 所以呢就是我講過我們之前教過的 岩漿年性大跟年性小 然後現在告訴你一個叫追撞火山 一個叫做頓狀火山 年性大的是追撞火山 年性小的是頓狀火山 年性大的會有爆炸式的噴發 年性小的會有寧靜式的噴發 一個有名的寧靜式噴發的地方叫做 蛤蛙語 夏威語 夏威語的岩漿 你可以在他旁邊 他要從你腳邊流過去 然後他要帶絲絲絲絲的冒煙 寧靜式的噴發 你在旁邊看樣子從你腳邊這樣流過去 寧靜式的噴發 像這樣 好寧靜式的噴發 OK 爆炸式的噴發就會 常常會噴出很多的火山灰火山碎屑物 然後造成很大的破壞 所以在歷史課本上教那個龐背層 就把他整個把它掩埋住 蓋住 就塞到那那那再見 這叫做爆炸式噴發 會有火山灰火山碎屑物 那那那那也會有岩漿這些東西 就算是寧靜式噴發 沒有這些火山灰 但是還是會有熱熱的岩漿 那流過去呢也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呢 火山爆發會造成很多的傷害 然後呢 這個是它噴出來的東西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影響 我們沒有仔細說 仔細說它有不同的時間 幾天的影響 幾個月的影響 或者是幾年的影響 我們沒有這樣說 我們告訴你說 比如說它噴出的火山灰會遮蔽陽光 擋住太陽 所以會達到什麼降溫的效果 可是裡面的一些二氧化碳火山 它會發的氣體最多是水對不對 水跟二氧化最多 它會怎麼樣 它是溫室氣體 它會使地球溫度會上升 會不會上升 所以它有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火山爆發 會對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 造成很多的影響 很多的影響 就這個意思 基本上按照目前的科技 火山爆發 大家可以在提前一兩個禮拜提出預期 除非像上次日本那個 像裡面的水蒸氣那種 碰出來的 那個就比較不會知道 如果是像岩漿的這種 我們大概提前一兩個禮拜 就會可以知道 我們就做各種的監測 就可以提醒你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 然後只要我們先做好 平常的演練 知道該如何逃生 如何避難 然後把該有的監測都做得好 然後如果提前 事先警告你 那火山快要碰掉了 你就趕快該躲的躲 該閃的閃 OK 而且傷害會降到我們最低 那這就是我們的小遊坑 因為我們是大屯火山區 上次的教授說 我們的大屯火山叫火火山 因為以前的對火火山的定義是 一萬年之內有過噴發紀錄 我們本來以為大屯火山是多少年前噴發 所以覺得它已經掛了 不會來了 後來不對 它最近大概是五千年前 所以按照這個定義 大屯火山應該叫做火火山 好恐怖喔 火火山 不過現在定義是利用說 它底下還有岩漿庫 我個人並不確知 但如果懷疑我們大屯火山下面還有岩漿庫 它還要火火山嗎 我會掛一個問號 沒關係 教授說我們就聽它的 那是火火山 所以我們要對它做監測 要了解 看它的氣體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如果它有一些蠢蠢欲動的話 我們就可以提 事先提出警告 它萬一真的是火火山 它真的會火山爆發 我們需要就蠻好玩的 因為我們就在旁邊 我們就在旁邊 我們最起碼會變成避難的場所 如果沒有被淹沒的話 我們只要會變成這附近均勻的避難場所 我就告訴你火山爆發 這裡提示的重點就是 追撞火山 爆炸是噴發 頓撞火山 寧靜是噴發 內容上年教過了 岩漿年信大跟 年信小 其它的都很簡單 看一下就OK了 OK 好了 我們已經 releases 會被... 吴了 好 好 好